将近八千套了 这是没有法子想象的 这大数啊 精论善数小的 那就不计其数啊 所以这个是佛教的我们身材有大道啊 你要想 才用自在 才不必 攒集许多不需要 你只要肯布施 真的是有求必应 心里想做什么 需要多少钱的时候 他就来了 你命里就有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他一定就赚钱 发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意不失的健康掌受 是这么来的 佛不骗人啊 我学了57年了 讲经到今年 也讲了50年了 我可以给诸位做证明 一点都不假了 谁一生乐此不疲 确确实实 方老师最初把佛法介绍给我 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一句话 我这一生做到了 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为什么不干 所以建筑在世界 明文立阳上 全是假的 佛在经教里头 多次告诉我们 才为无家共有 你守不住啊 命令没有守不住啊 这个武家 是在古时候讲的 那个时候 都是封建时代 印度跟中国都不例外 第一个是什么 是官家 你犯了罪了 你被判刑了 抄家 你家业 官府 通通给你没收去 这是第一个 官家了 第二个呢 水 大水 大水来了 你的家淹没掉了 第三个火灾 一把火烧掉了 烧得个尽光 没有了 第四个是盗贼 你被盗贼 抢劫了 最后一个 败家子 落到你儿孙 那下 败家子的时候 就把你的家产 败光了 所以佛说 财为无家共有啊 你守不住啊 你守这个 那就大错特错了 财应该怎么办呢 有财尽量不施 越施越多 越多越施 可不要去斩急 急 你就有限量了 施没有限量 施财得财啊 事发得聪明智慧 事无为的健康长寿 你看 这三样东西 都是我们每个人所需求的 你不中阴 那来的果 真正的阴啊 就真是果报啊 诸位看辽凡思学 看暗思全书 看感应篇汇辩 你就完全通达明白了 这三种书做了之后 你再晓得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这一点都不假 那么幕后的问 什么才是人们生命安全 内心安稳的真正保障 那我跟你说一句话 大方光复华严静 真是不虚 那你要能够 欺入华严境界 你生命就安全了 整个世界毁灭 你不毁灭 那为什么呢 你入了华严境界 华严境界怎么个 其如 我们最近才完成的 这个 一部 小不得论 行手过世的 修华严二指 旺境还原观 现在这个光碟已经出来了 你依照这部论里面所讲的 去学习 你就能入华严境界 你真正的 你真正得到生命安全 内心安稳 真实 不虚的 保障 下面 有五个问题 是一位同修 问到卢江的中心 跟庆云的书业 我想这五个问题 我就不必 一桩一桩的来答 我做一个总的解释 这两处地方 我已经很早就交出了 没有跟大家说 很早就交了 我们遵守各家的法律 这是佛教我们的 而且我学佛的时候 老师常常提醒我们 樊王菩萨经里面 有两句重要的教会 老师说的 仲介 不在界条里头 英洛菩萨经 也有两句 樊王经是对出家人说的 第一句是 不做过贼 第二句是 不帮过主 过贼是什么呢 伤害 国家社会的事情 这个事情 决定不能做 不帮过主 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的范围很广 从国家最高的领导人 到最低级的 乡长 镇长 村长 只要他是个长